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软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原青花本身很珍贵 全世界只有四百多件 花人物的更稀少 原青花是中国古代青花池中的精品 武汉博物馆馆藏文物 原青花似爱图梅瓶 更是被誉为陶瓷中的大熊猫 近日 武汉博物馆原馆长王瑞华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据王瑞华介绍 原青花所展现的那抹神秘幽兰 源自从古代波斯进口的骨料 苏麻离青 烧制一件原青花瓷器成本不菲 流传下来的精品也相当稀少 原青花使用的骨料是进口料 苏麻离青 因为它很有晕伤的感觉 所以它花会比较多 画人物一般都比较少 王瑞华说 武汉博物馆珍藏的这只 原青花似爱图梅瓶 其珍贵之处还在于 它的造型优雅庄重 文饰繁蜜丰富 尤其是似爱图的题材 体现了古人 借梅 蓝 菊 莲 与品格高洁之气韵 小口 造型也很美 它有具体文字 这个具体文字就是 四爱 一个是王羲之爱南 二个就是周登银爱年 第三个就是陶软明爱菊 这就是灵和静爱梅和贺 仅存于市的两制原青花使爱图梅瓶 目前都在武汉 分别存放于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博物馆 一只在江南 一只在江北 一只是出土文物 一只是传世真瓶 应该说是两件梅瓶的造型 它也有 大部分相似 就是这个右舌 就是稍有不同 湖北省博物馆 这个原青花使爱图梅瓶 这个发射比较淡雅 清脆 这个武汉市原青花图使爱梅瓶 发射则偏蓝 偏深一点 在文饰方面 都是使爱图 就是衣着方面 虚直穿插不一样 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湖北省博物馆的瓶子上面 只有七个人物 武汉市美瓶上面 有八个人物 王瑞华称 原青花的诞生就带着民族 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 不仅仅体现在颜色上 文饰也充满浓郁的抑郁色彩 原青花的构图追求繁复之美 数层文饰却繁而不乱 层次分明 容蒙古的豪放 汉族的血液 欧洲的血石 波斯的文士风格与一体 我们中国文化 它不是分配的 它也极其外来的文化 是吧 它也是一个 中西融合的一个产品 尽管原青花 距今已有七百多年 但它最初进入世人事业 是在1929年 英国大英博物馆 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学者 霍布逊 发布了明以前的青花词一文 介绍了带有智政11年及1351年名文的 青花云龙向耳鼻 并将其称为智政年原青花 虽然这个原青花是1929年 国外这个年就比较多一点 但后来到了80年代 中国的专家学者 对原青花就是非常关键 另外随着我们国内 取土了包括馆藏了一大批原青花 所以原青花在国内也掀起研究的高潮 原青花的研究 应该说在我们国内 研究比较生活比较土的 王瑞华表示 可以以这支煤瓶为气息和影子 向世界各国讲好它的故事 以文化打破风骨的思想 突破地域的限制 真正做好不同优秀文化的融合 交流与互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